民进党立委就说啊 我们现在台湾开放啊 总比大陆啊 他就一直在封闭啊 歧视来得好 请问你认同这样的说法 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不认同 不认同 你也不认同啊 我不认同啊 我不认同啊 台湾民众也好 大陆民众也好 都不应该去吃 法官要严格一点 法官要严格一点 出卖自己的百姓嘛 嗯 但是非常无耻的一个新闻 今天有一则新闻啊 震撼全台湾啊 然后这则新闻也是韩国人 长期跟非常多营友们推判啊 随时随地有可能会开放 跟解禁啊 那今天刚好 刚过年晚几天啊 哇那根本是怎么样 今天宣布根本是蔡政府 给台湾人的新年贺礼啊 那这则新闻就写得非常清楚啊 政院宣布啊 开放福岛有疑虑的这个食物啊 然后禁止 何时严格法官 这新闻的标题啊 我当下看到都哈哈大笑 因为今天政院讲这些屁话 根本是这样什么 根本就像脱裤子 放屁啊 请问一下你今天你说 开放福食 但是我们禁止何时候 我们严格把关哦 那请问一下民进党 你是第一天执政吗 你从2016年执政 当时我就看到谢长廷 刚当驻日代表说 就在帮这福岛 有疑虑的食物在那便捷了 那你们当时民进党 怎么不敢用这种方式解释 怎么不敢做个认知作战 告诉台湾人说 这些食物叫福食啦 我们绝对把关这个有核污染疑虑的食物啦 那你当时怎么不敢这样讲 为什么到了此时此刻才这样讲 其实非常简单嘛 曾经韩国人也告诉大家 民进党基本上去换取的政治利益 绝对不是让台湾走出国际 到了此时此刻 正是因为公投 真的那时候就觉得很荒谬嘛 大家愿意吃莱猪 好 莱猪OK了 那结果咧 我们有进入到CPTPP吗 那是当时我们蔡同学 自己都PO这图片 反正讲南庭就是叫台湾吃莱猪 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走入国际 然后加入CPTPP 这是蔡同学给大家的承诺 请问一下我们开放的到此时此刻 而且各位韩国人当时 都已经跟大家非常明确讲了 日本驻台的代表就已经讲 辅导食品和CPTPP 完全没有连结 请问一下民进党 你们换到什么利益 在韩国人眼里不就是怎么样 不就是你们希望 又是拿台湾人的健康 然后换取你们的政治利益 就是怎么样 日本又说台湾好棒棒 或者是日本帮忙 你们民进党做大内宣 不就是这样吗 那要不然我们之前安倍晋三 干嘛要讲台湾发生问题 就跟日本发生问题一样 这种干话呢 今天韩国人非常公平 为你非常科学 我只要问你民进党 你换到什么 你换到什么 因为今天政院全面宣布 他内文就写 开放福食不等于开放核食 不会有核辐色的核食品进口 然后行政院8日宣布 解禁福岛食品进口 最快是8日生肖 你看各位没有 硬干嘛 这个福岛的食物 还是之前有透过公投 已经全台湾人民表达意愿 就是怎么样 就是不想吃 就是不愿意吃 但是公投当时只是说 哇有两年期限 结果期限一到 他们马上怎么样 马上又要硬干了 各位 民进党你不是长期一直说 我们是民主自由 还用民主自由 大齐攻击中国大陆吗 而且今天网路多家媒体做民调 非常多人都说 反对健康无法试验 981票反对 然后同意的只有什么 332票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不是不科学 我们今天我们只是要看 你是不是双标 然后天后不一 因为各位 你们不要忘记 之前最会反 这所谓福岛食物的是谁 之前在2016年的新闻 也就是绿营执政的13个县市 联合声明禁止福岛县的食品进口 这是当时的绿媒报道的 等一下怎么现在又改变了 怎么跟萊猪跟萊牛 都是一模一样的套路啊 各位朋友 而且这些人还要怎么样 民进党还要扯说 国民党马英九这些支持 各位 你不管今天他支持怎么样 韩国人非常公平 请问一下马英九时代有开放吗 那我可以合理解释 马英九就听民意啊 大家不要他就不开放 那不是才符合民主的价值吗 那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民进党有听民意吗 你今天你民进党 有脸跟人家谈双标这两个字 你才是一直变东变西 欺骗台湾人 而且欺骗非常多 当时跟着你也是有理念 当时不管我们的非常多医生之类 本来一直以为这个民进党是反对 结果后来自己又赞成所谓的萊猪 然后甚至自己任内硬干 然后开放萊猪 然后到了此时此刻 用着说我绝对不会让核实进来 那我只会让合格的辅导食品进来 那你这样就像韩国人前面问的 2016年你们刚执政为什么不这样做 那你们2016年为什么那么多绿的县市 竟然怎么样 反对辅导的食品 你请你给我一个理由嘛 今天在韩国人的眼中就大概是怎么样 我大概推判就是 日本帮你们做这所谓的政治大内宣 太多了嘛 你们必须还债了嘛 我讲直接就这样 我干嘛要把话讲那么白呢 而且韩国人最不爽 也是我待会要上街头问问大论 也就是啊 你看又在怪东怪西 怪在野党 然后又怪给中国大论 这次新闻就像 辅导食品解禁啊 蓝白棋匹啊 然后民进党立委竟然说什么 难道要像中国大陆一样封闭 又歧视吗各位 扯中国大陆干嘛 人家不能保护自己人民啊 我今天最不爽的是什么 请问一下你今天你说辅导食品 尤其非常多决心说 就是说日本人在吃 或者是说台湾人去日本也会吃到 那各位 废话我去日本 我不吃到他们食品 我要吃大便哦 那他们来台湾 他们也要吃我们的食品啊 我们不会给他们吃有疑虑的吧 还是我们都把口蹄翼的猪 给当时来台湾玩的日本人吃 这样合理吗 而且各位有一个key point 在于你说日本都吃 那就日本自己吃就好 为什么他自己的食物自己不吃 而且还有很多决心都说 啊日本也卖得很好啊之类 那卖得很好 那就给他们卖就好了 干嘛要给我们 你今天东西一定怎么卖得好 一定自己的国人就够用啦 干嘛还要出口给别人呢 所以各位为了骗大家 用一堆的谎言 所以今天韩国人啊 时间非常赶 因为现在非常晚 我要去上海的街头 问问大陆的人 你到底同不同意 民进党立委啊 今天把这所谓的辅导 有疑虑的食物 然后说啊 如果今天不开放 就像中国大陆 风力又歧视 问他们认不认同这样的看法 我们马上去街头访问 Let's go 好那韩国人现在来到 上海最热闹的地方 那我待会要在周边 问问一些大陆的朋友们 到底对于我们这一次 因为台湾开放 疑虑的这种核辐色的产品 尤其我们民进党立委说啊 只有大陆啊 没有开放这个 有核辐色的产品 那这个是一种歧视 那我问问看 大陆人对于这个的看法 认不认同 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都还不知道 台湾开放这核辐色 有产品的食物 所以我们待会看看 大家的反应如何吧 Let's go 我们帅哥你好 很开心跟你做个街坊 你是我在大陆 第一个街坊的对象 那我想问一下 你对于日本福岛 当时发生核灾 你知道吗 对我知道我知道 那我想问一下 因为现在近期台湾 他们今天正式说 要开放所谓的 日本福岛 那里所生产的食物 所以很多人 当时都很害怕 说是有疑虑的食物 应该是福岛 周围的海的那些 鱼类的食品 对 有可能是被核污染 一定会有安全问题 那今天台湾 说正式要开放 就台湾的民进党立委 民进党应该听过吧 听过现在 我经常看台湾节目 民进党立委就说 我们现在台湾开放 总比大陆 他就一直在封闭 歧视来的好 请问你认同这样的说法 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这跟大陆 跟台湾都没有关系 这是关系到我们台湾民众 还有我们大陆民众的身体健康问题 对 关于这个问题 就是不健康的食品 不管是我们的台湾民众也好 大陆民众 都不应该去吃 都不应该 都不应该去吃 对 所以你是支持双施政府 就是权力的把关就对 我是支持不引进这种 有疑虑的这种食品 我是不建议引进的 台湾也不建议 大陆也不建议 谢谢谢谢 同学你好 20岁 哎呦 大学生吗 对对 那我们台湾有立委啊 就说 大陆是唯一全世界没有开放的 他就说没开放是一个歧视 你认同吗 还是不认同 不认同 不认同 把关要严格一点 把关要严格一点 OK 谢谢同学 帅哥你好 因为大陆歧视这种 有疑虑的食物 那请问大哥 你认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肯定不认同 要采取一些措施 保护 对 要保护 不能让那些东西流入 哦 流入进来 对对 谢谢 帅哥美女你们好 刚好遇到福建的朋友们 你好 对对 你好 你好 很开心遇到我们福建 帅哥又美女的情侣 唯独只有大陆不开放 因为大陆歧视那里的食物 请问你们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来美女 不认同 不认同 那帅哥呢 其实这一点的话 我们是不认同的 其实食物上面 它是没有任何歧视的 对 那只能说是核污水那一款 哦 之前有看到新闻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天象比较不喜欢 他们那一遍 对食物 谢谢你们 你好 但是啊 我们台湾官员 却跟大家解释是说 这个河石 只有大陆 没有开放啦 所以我们要跟他们一样 歧视这个食物吗 那请问一下您认同吗 我不能认同啊 这个东西它有污染 是是公认的一个共识吧 所以说呃 台湾官员做这样的事就是 收卖自己的百姓嘛 嗯 非常无耻的一个事情 政府应该代表老百姓去 阻止这件事嘛 哦 因为它有保护百姓的责任 保护百姓哦 那你觉得大陆现在不开放是对的 还是你觉得可以开放 你的认为 呃 大陆的政府是非常把老百姓的命 当成人命的 我们有这个鼓气嘛 啊 好 谢谢 OK 各位回来了 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 平常说大陆人民都怎么样 其实韩国人当下在解释 尤其福岛核灾的食物的时候 我觉得很悲哀很悲壮 大陆人民根本不用烦恼这个问题 我甚至问了非常多大陆人民 我还给他看新闻 你知道吗 他们说 哈 原来你们台湾要吃这种东西啊 因为今天韩国人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能访问几位 因为我要赶着赶快剪片出片之下 大陆的人民也对于政府 这个把关的机制也非常的信任 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讲科学 绝对没问题 甚至全世界好 真的都能接受这所谓 辅导有疑虑的食物 OK 你要讲科学OK 但是各位 我们不OK的是什么 前后不移 又拿别人怎么样 拿别人来去开脱你的谎言 这是我今天没办法接受的 韩国人今天绝对不是一个不理性的人 这独物专家就已经讲到了 这个辐射的物质啊 包含非常多这种化学元素啊 而有些化学元素啊 半衰期分别是30年和29年 我其实很多独物专家都已经讲了 这都必须要花时间观察 然后还有一系列的配套 还有你到底你政府你要怎么样去把关 而且你今天为了要进着日本 有疑虑的食物 你还要花非常多人力 再去做额外的把关 为什么台湾人今天 连任何利益都还没看到啊 日本也没跟我们邦交啊 我们还没进入到CPTPP啊 那凭什么今天都还没有进入 都还没邦交之下 我们就要先开放 我们对日本不好吗 你讲到这个所谓的辅导 台湾311是捐全世界最多的钱给日本 所以日本是这样对台湾的吗 我真的觉得可悲自己啊 你看今天大陆人民基本上听到 他们真的对这个议题啊 完全怎么样很多人都不知道 根本他们不需要去担心 看到我真难过啊 台湾啊没救了啦